汉中为何被称为战道之乡 石门石三品有何历史价值 近日汉中市博物馆名誉馆长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梁中校 接受中心社东西文专访时 对此作出解答 北一秦岭南平巴山的汉中 是秦属古道上的重要枢纽 其境内现存有穿越秦岭巴山的子武道 躺落道 包斜道 陈仓道 金牛道 米仓道 荔枝道 七条古战道 蜿蜒的战道不但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 更是连结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重要的西部交通线 那么这七条古道的一个交汇点 就是汉中盆地 因此这个汉中盆地号称战道自乡 这是第一个方面 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大自然的格外恩赐 让汉中盆地成为秦属古道的一个总枢纽 一个中极战 第二个方面 就是今天保存在秦巴山帝的这个古道 它这个主要的遗迹 还是在汉中境内 因此秦属古道 这个汉中可以成为战道之乡 在秦属古道上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其中包卸站到南端的一段隧道被称为石门 系东汉永平年间开凿 石门也是世界上人工开凿的第一条可以通车的山间交通隧道 据悉 历代文人默克在石门附近留下百余磨牙石刻 其中以石门十三品最富盛名 它们由石门宋 滚雪 石门鸣等十三块巨型磨牙石刻组成 目前这十三方石刻收藏于汉中式博物馆中 被誉为镇馆之宝 石门十三品在研究中国交通史 经济史 水利史 艺术史 书法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是重要的文化宝库 在这些磨牙石刻当中 最重要的是十三品 其中东汉占了八品 那么宋代有三品 其他的就是这个魏晋的时期 因此石门十三品是这个历史最早 时节跨度最长 内容最丰富的 这个中国最杰出的磨牙石刻群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石门十三品是中国汉字演变的活化史 他把中国汉字由撰书 历书 楷书 演变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目了然 据介绍 除了石门十三品外 汉中式博物馆还有馆藏文物 云站图 以及散落在汉中境内的民间时刻 这些时刻记录了汉中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变迁过程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据了解 汉中式自秦涉汉中郡至今 已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 汉高祖刘邦在此筑坛拜将 开启汉式基业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汉文化符号由此传播到全国与世界 因此汉中也是汉文化的发祥地 那么如今研究汉中历史文化 研究汉学有何意义 研究汉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一个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 因此汉学的研究就是对世界最伟大的文明的研究 同时研究汉学也能把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 把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带给世界的人民 第三一个研究汉学呢 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 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 有助于世界上唯一的研究汉学的研究汉学 有助于世界上唯一的研究汉学